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把Piler和MDX摆在一起,看看有什么相同点,有什么不同点 感谢老陈提供的帮助,买本田,找老陈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林 大家都清楚啊,像本田的Piler和AQ的MDX 这两款产品是同平台的兄弟 MDX首带产品诞生于2002款 如今是它的第四代产品,2023款上上的 那Piler呢,它的首款产品诞生于2003款 目前也是它的第四代产品,是在2023款上上的 出道时间呢,MDX是要比Piler稍微早一点 目前这两款产品是同平台兄弟用的动力总成的 主流的动力总成也是一致的 都是3.5升V6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时速自动变速箱 只是在MDX上呢,还有一个更加暴躁版本的Type S 之前咱们有视频,今天呢,就不考虑那个车型了 我们只对比3.5车型的两款车型 两款车型呢,都分别有前驱和四驱车型可以选择 只是这个MDX呢,不论在最大马力还最大扭矩上 调教的,都比Piler的参数稍微大一些哈 在外形尺寸上,Piler要略大一些哈 轴距呢,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在总长和总高度上,Piler的数字呢略大一些 宽度上的MDX更宽一丢丢哈 最小的一地间隙呢,MDX是7.3寸 Piler呢,加长版本呢是7.3寸 却有Sport版本呢是8.3寸 自重都是3.5车型的 MDX呢,是4271磅到4565磅 Piler呢,是4030磅到4685磅 最大拖转能力,两台车都是一致的 两驱呢,是3500磅,四驱呢是5000磅 虽然是同平台的兄弟呢 但两台车在悬架上略有区别 MDX呢,前旋是双XB的,后旋多连杆的 Piler呢,前旋是麦布逊,后旋是多连杆的 那在前旋上,双XB的要比麦布逊的结构 稍微复杂一些啊,在驾驶起来呢 乘坐的舒适感,双XB的无疑要比麦布逊的强一些 两个车型的油箱全系都是18.5加仑的 EPA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3.5V6的车型,两台车的综合油耗是一致的 两驱的都是22MPG,四驱的都是21MPG 但是在官宣上,这台车官宣建议加高表号汽油 这台车官宣建议加regular汽油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两台车官方的指导售价上 MSRP这块,不含运费的指导售价 我们不算市场上的一些调节价格,调剂价格啊 单纯看它的MSRP MDX要比pilot车型呢,整整高了一个段位 高了一个价位 那pilot车型的顶配要比MDX车型的裸配高了2000多块钱啊 基本它们在一个价位上 它的顶配,它的低配在一个价位上啊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两台车呢 一台是老陈这儿的一款在售二手车 2022款的IQMDX带科技包了 它是一个前驱,有ELS音响 液晶仪表盘,中央大屏,全景天窗,电尾,及格座椅 前排两个座椅的电条加记忆,电条方向盘 2555020的四个轮子 这台车呢,是21年3月份下线于美国工厂 截至我试车的时候呢,跑了3万英里 另一台呢,是老陈这儿的一款在售车辆哈 2023款的pilot两驱touring版本 2555020的四个轮子 配有12个扬声器的boss音响 9寸屏加导航 配有honda sensing 这车在基配的基础上加了个hpd的外观套件 全下来含运费的msrp为51125 这台车总装下限于美国工厂 虽然这两台车呢,他们是同平台的兄弟 但是两台车的外观设计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从前脸来看 虽然刚才我们也看数字了哈 两台车的外观尺寸还是有些差异的 pilot设计的是方方正正高高大大的 mdx相对是有一个低趴的感觉哈 又低又趴又困 前方似乎还有一个流线型的造型哈 像先出来的是mdx 它的前脸呢 更多的融入了是目前 艾克尔家族的设计前脸 包括五边形的中网 比较窄的灯光灯阻 中间欠了一个非常大的艾克尔的logo 前方和后方进行互应 也有一个钻石切割的效果 这些都是艾克尔家族坚持的一个品牌特点 那我们再看pilot 它目前的设计呢 也是遵循着本田品牌的设计风格哈 这个风格呢 是由CRV首先创立起来的 那这个pilot之前我们讲过 更像是一台放大版的CRV 中网隔山四十方方 面积非常大 中间设计的这些材料呢 也比较硬朗 灯阻也是有个眯封眼的感觉 并且一个贯穿左右的电阻量条 将灯阻分成了两部分 两台车前方都没有一个突出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当然这也是目前车坛上流行的风格哈 即便在传统保险杠位置以下 两台车设计的风格也不太一致哈 可以看到pilot的设计的更多是粗广一些 MDX呢 前方更有一些细腻的设计感 在twin版本上 pilot是配有雾灯 前方配有通风孔的 在这个版本的MDX上 它就算一个比较低配的加科技包的车型了 是没有雾灯的 并且这个位置呢 它像是一个通风孔 但不实实在在通风 就是一个装饰哈 其实如果把这两台车放在整个车坛里 都非常像是两个盒子拼接的形状哈 只是这个MDX跟这个pilot相比 显得就柔化了很多 这个pilot做的就比较直棱直角了 更像是两个方盒子的拼接 多少看那个MDX 还有点流线造型啊 从侧面我们就更轻易的能够看到 这个pilot整个在外观上 比这个MDX要大一圈啊 包括车身更高 包括车身更长 我们都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尤其是在后排 大家可以看到 pilot后排设计的是方方正正的哈 而MDX后面呢 是有一个流线型的造型 这么设计的差异 无非体现了pilot笨的就是一个实用性 内部空间的最大化 而MDX就是笨着美观去的啊 就是笨着感觉去的 两台车的侧面线条设计的都不算复杂 设计的都比较简洁 都是一条腰线从前贯穿到尾 显得比较笔直 而且从腰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pilot确实要比MDX高了不少 在侧面装饰条上 MDX的这个版本还依旧的保留了 很多的电镀亮条金融装饰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装饰的哈 而pilot呢 其实在其他的版本上 电镀亮条装饰就不太多了 而这台车呢 又选了个HPD的外观套件 显得就更加黑一些 这个包里包括 非常夸张的黑色塑料的轮拱边缘 非常夸张的车裙子 再加上一个HPD的车轮拱造型 都是这个HPD外观包里面的元素 两台车的车门的开启角度 实际上MDX在同级别价位里面 就算开启角度比较大了 但是相对于这个pilot相比 它还算开启的比较中规中矩 pilot的四个车门的 不论是前方的还是后方的 显得开启的角度都比较大 特别是这个后面的车门的 两台车的四个玻璃 都是前面两个是双层夹角玻璃 后面两个是单层玻璃 这点上这两台车在配置上非常一致 虽然在最小离地间隙的参数上 两车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上车的感觉 还是这个pilot略显高一些 即便它略显高一些 这两台车我在上的时候 我这个身高都没有任何压力 不需要借助任何踏板 四个车门子设计的 都把车体下延包住了 这个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到上次我讲的MDX 地毯扑道门框边缘这个事 这个车也还是那么设计的 但是在pilot上 在外面就全是大塑料了 这两台车用的都是20寸的轮子 现在看这么大的车 上20寸的轮子是必修客了 两台车的刹车系统完全一致 两台车的前盘 用的都是直径13.8寸的通方盘 后盘用的都是直径13寸的实行盘 只有在Type-S上 MDS的Type-S版本上 它那个刹车系统会更强劲一些 其他的所有3.5V6车型的刹车系统 全部都一致 两台车相对来讲 我还是喜欢MDS这个外部造型 虽然两台车都有一个 盒子拼接的感觉 但是MDS的车型 包括从前侧后方 再加上稍微有些流线型的设计 可以看出来 设计师设计这台车的时候 当时是动了一定脑筋 费了一定心思的 那反观Pilot的造型 Pilot的设计团队 在接到的设计任务的时候 仿佛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就是让这车尽可能的大 再加上目前流行的方方正正的造型 前脸更多的借用了 家族CRV的设计风格 从这个思路捋下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后面设计的跟前方 多少有些不太协调 风格没有保持一致 没有进行前后呼应 这个感觉就好像是小先生考试 前面都是操的通桌的 到最后写作文的时候 不能再操了 再操就被老师发现了 所以它在后面 进行了一点自己的发挥 但是发挥的 我感觉没有前方设计的 那么精彩 两台车上方都有一个 乌檐式的小造型的尾翼 整合了高位制动灯 这个比较一致 两边也没有门框的设计 下面都是分体式的雨刷 尾灯设计 你像MDS的尾灯造型 跟前方的灯组造型 还有一定的呼应 而这个Piler 它这个尾灯造型 基本就是比较另类了 跟前方造型也呼应不上 自成一派 两个车的中间 都嵌上了各自的logo Piler将车辆的名称 放在了中间这块装饰板上 在MDX后面 坚持了艾克尔家族的 钻石切割的造型 两台车都没有太突出的 保险杠平台的设计 在传统保险杠位置以下 两台车设计的都不算太复杂 两台车从远一看 都是两个直出的排气 MDX那两个排气是真的 Piler这个是两个装饰孔 它的两个排气管子 放在下面了 采用一边一个的隐藏式设计 这是MDX的钥匙 这是Piler的钥匙 两台车都有电维 这两个后备箱的内衬 都是塑料的 这豪华也没有豪华的样 因为整体的尺寸 Piler要高一些 可以看到它的后备箱下沿了 比MDX要高一些 内部空间的高度 也要比MDX稍微好一些 稍微高一些 当第三排座打开之后 两者的后备箱下方的近身差不太多 都是不到一整臂的近身 但是上部的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这车后面有个方方正正的设计 Piler上方的近身 上方空间的近身 要比MDX好一些 这也是设计师在Piler车上坚持的大的设计得到了回报 左边有个挂钩 有个12V 180瓦的充电器插口 并没有自动关闭后备箱那个扭 这台车是两驱车型 两驱车型配的是一个补台套装原厂 在那个位置 这台车并没有备胎 只有在四驱的3.5MDX上 才有非全尺寸备胎 右边都没有什么了 盖板打开 下面是个储物平台 里面这有个漏斗 这是MDX第三排座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这是MDX二排座三排座 全部都放倒之后的空间表现 整体上非常平 也没有任何的小羊坡 左边有个12V 180瓦的充电器插口 这边有个自动关闭后备箱的钮 下面这个储物格可以拿起来 拿起来之后 里面是简单的随手工具 右边是低音炮 盖板打开 下面这个储物格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把第二排中间的座椅卸下来 放在中间的位置 下面带个小凹槽 这台车是有备胎的 备胎从下面放 拍了全系的有备胎 在Trius Bar版本上是全尺寸的备胎 其他车型都是非全尺寸的备胎 在后排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 不论是第三排打开还是放下 空间都会比MDX要好很多 第二排第三排座椅同时放到之后 也可以看到非常平 并没有任何的高度差 也没有任何的羊坯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MDX的中控内饰 咱们也看了很多次了 相比于Pilot车型 它中控设计的更有层次感 显得更加用心 用料更加扎实 中间也是比较突兀的立起来一个屏 但是跟Pilot那个屏相比 它有一定的设计感 跟中控有一个融为一体的造型 同时它这个屏设计的离驾驶员更远一些 虽然它也没有向驾驶员一侧进行清洗 但是在开起来的时候 看这个屏并不是很累 四个车窗带一键升降功能 车窗的控制按键跟Pilot基本就都通用件了 方向盘左面的中控台上也有一些按键 这台车是不带有抬头显示的 MDX的仪表盘用的都是一块液晶屏的形式 透过方向盘右面的波罗进行调节 仪表盘有两种显示模式 一种是两个圆表的传统显示模式 一种是高级模式 将转速和时速表分别用两个柱状图放在了最两边 中间有个设计非常精巧的小车的图标 这个之前也跟大家介绍很多次了 方向盘是家族的通用件 是个三幅式的造型 方向盘3.9点有个非常夸张的手型 卧上面非常舒服 包括外面还有一个手型 方向盘非常粗 可以感觉到当年的皮质应该是比较细腻的 现在非常严重的包尖了 后面带有换挡拨片 后面两个掰杆也是家族的通用件 做的比较细致 小土头做的还有金属质感 有灯光自动开闭 自动远光功能 前方方挡带有雨量自动感应功能 自动防旋木的无边框后置镜 眼镜盒 眼镜盒并不带有全景镜 MDI这个屏呢还是比较大的 它分成两部分进行显示 左面这个三分之二呢是一部分 右面三分之一呢是一部分 分别对照着下面两个滑速板 分别进行操作 这个屏呢不是个触摸屏 你摸上去呢没有任何反应 要透过下面的滑速板来进行操作 iPhone手机的CarPlay 安卓手机的连接 都有无线连接功能 这车只有倒车影像 并没有全景影像 右面又一个雷达示意图代替了哈 倒车影像还是比较清晰的 广角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 保险杠以下俯瞰 当然这都比较本田了 空调控制呢设计的还是比较精巧的 跟如今家族的通用件呢是有一定区别的 它只有座椅加热 并没有座椅通风 这车呢也没有方向盘加热功能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呢 并没有像TAPE S那样琳琅满目哈 有雪地模式 有舒适模式 有正常模式 有运动模式 有自定义模式 MDX呢全系也是电子栏杆 只是它电子栏杆摆放的位置呢 比较靠前 比较靠中间 这边呢有个非常精巧的设计 里面有一大一小充电口 小贩托儿 平时放着还是比较舒服的 下面有个非常大的无线手机充电板 中央风手箱呢分两层开启 第一层呢可以放点票据 第二层呢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里面有一个USB数据交互口 有个12V 180W的充电机插口 Pyler呢从初来到现在 包括低配中配高配 咱们基本都看过了哈 这Turing版本呢之前咱们也看过 里面呢相对于MDX来讲 它设计的包括用料 基本就算比较朴素了哈 整个设计就是如今大阪田系的一个通用设计哈 中间比较突兀的立起来个屏 屏呢也没有像驾驶员一侧进行倾斜 这个看着呢在开车的时候是比较累的 四个车窗呢都带一键升降功能 方向盘左面的中控台上呢 牛比较少 整个Pyler只在顶配上用的是一块液晶屏的形式 在这个Turing版本上 即便它是中高配 它用的呢也是一个液晶屏 加一个实体表的形式哈 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 才能看到右边的时速表 它是一个实体表 左面的液晶屏也只有在转速中间的区域呢 可以进行数据显示 透过方向盘左面这个键呢进行调节 显示的内容呢并不算太多哈 但是基本够用了 而且比较清晰哈 方向盘也是家族的通用方向盘 三幅式的造型 方向盘呢配合在这个车上显得就不是很大了 方向盘的皮质呢是非常细腻的 本田PILOR的方向盘呢也是比较轻的 在低速的时候完全没有压力 高速的时候还算比较稳哈 方向盘左面右面的快捷按键 都是家族的通用键 后面有两个换挡拨杆 灯光白杆呢 有自动开闭 自动远光功能 雨刷器白杆 前方封挡 并没有雨量感应自动功能哈 自动防旋布的内后置镜 眼镜盒非常大非常深 有个全景镜 这个过日很有用啊 PILOR全新车型呢都没有那种大屏啊 这个跟MDX是一个差别 它呢就是一个触摸屏 直接拿手上去处去就好了 好在呢 它在旁边留了一些 简单的实体按键实体旋钮 下面呢也有快捷按键做了一排啊 这个屏呢咱们看的也比较多了 这台车呢 iPhone的CarPlay 安卓手机的连接 都可以实现无线连接 这台车呢也没有全景影像哈 这倒声影像呢 看着就没有MDX低配那么清晰了 倒车影像 保险杠以下俯瞰 当然这四角呢 这都是大本田系的通用像了 这台车呢配有BOSS音响哈 下面的空调控制呢 样式也是家族的最新通用样式 在托软版本上 前面两个座椅 只有三个档次的座椅加热功能 一个置物格 一个大口负责数据交互 小口充电 12V 180W的充电器插口 下面有个无线手机充电板 这台车的驾驶模式呢 有运动模式 正常模式 经济模式 雪地模式 和拖车模式 中央扶手箱呢 只有一层 里面的容积非常大哈 坐到MDX里面呢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透过视频来看看空间表现 完全没有问题哈 那即便这台车的配置不是很高 但座椅的椅背 椅背 椅面的两个边缘都稍微有些隆起哈 能够给你的身体有一个相对包裹的感觉 这个还是非常舒服的 整个座椅像一个比较大的大沙发一样 能感觉到它的座椅的天重材料 要比Type-S里面的天重材料若软一些哈 而且座椅不论哪个部位都够长够大 可以给你的身体呵护好 即便在这个配置相对比较低的 在科技班的MDX上呢 它的配置相对还是比较到位的 座椅的腰块调节呢 是四项调节 有三项记忆 并且主驾副驾调节方式完全一致 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 全车也有ELS音响哈 用料在这台MDX上呢 也是比较扎实的 我们可以看到仪表盘上方呢 这是仿皮革材质 下面呢 这也是仿皮革材质 这块呢是个装饰板 在下面呢是亮面装饰板 再往下呢又是仿皮革材质 这边呢还比较人性化的 留了一个12幅充电器插口哈 这个之前也唠了 如果你想无损走行车记录仪的线 这个口还是比较方便的 在腿能够触碰到中路台的位置呢 它包了一部分的皮革哈 但下面还是硬塑料 门板子上 上面是软性糖素材质 中间是皮革材质 下面呢就是硬塑料了 那相对来讲 这台车出现硬塑料的比例呢 要比piler要小一些哈 两个胳膊肘 两个手能够触碰到的地方 基本就没有硬塑料了 即便在这台配置不算太高的MDX上呢 我们看门框里面 也都用塑料给包裹住了哈 并没有直接看到金属件 这个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坐在这个piler第一排呢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这两台车的第一排空间 都完全没有问题啊 都完全优秀 但是相比较来讲 piler的空间更大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头部空间更富裕一些哈 现在我将座椅调到最低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两台车的前排空间感觉 座椅呢 虽然piler的第一排座椅 也非常舒服了 但是感觉啊 还是没有MDX的第一排座椅舒服啊 即便在这个相对高点的配置上 跟MDX相对低点的配置 比座椅比第一排座椅的话 也是没有人家MDX的座椅舒服 最明显的感觉 就可以感觉到 piler的座椅 没有MDX座椅给你身体的托付程度 包裹程度好哈 而且椅面的长度 感觉到也没有MDX那个那么长哈 很直观的能够感觉到 MDX的座椅呢 会更舒服一些 当然这个座椅也不刺哈 也挺棒的 这个piler的内饰呢 用的是黑色灰色的组合哈 我感觉这个看着还是挺亮的呢 也可以感觉到piler上的储物空间呢 包括水杯架 这些做的呢 比MDX要好一些哈 包括在副驾驶的前排呢 做了个储物格 门板子上 包括做的水杯架啊 储物格啊 比MDX要丰富一些 在用料上呢 上面这是软性糖素材质 下面呢是仿皮革材质 下面呢就是硬塑料了 腿能够靠到的中控台上 全部都是硬塑料啊 在门板子上呢 上面是软性糖素 下面装饰板 在下面仿皮革 在下面呢 就是纯纯的大塑料子了啊 胳膊肘和手 能够碰到少许的中控台上这些硬塑料的材质哈 方向盘呢 是手动四项调节的 并不是电条的 从车内看门框 是能够看到金属件的哈 当你把座椅调到最低以后呢 也可以有个相对线进来开车的感觉哈 这个跟上一代的Pilot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在Turing的版本上呢 它的主驾驶有两项座椅调节 座椅的调节呢 腰靠是不带四项调节的 只有两项调节 副驾驶呢 是电条的 但是并不带腰靠 也不带机 坐在第二排呢 也有一个剧院时的效果哈 可以看到第二排的视线 比第一排呢 稍微能高一些 第二排的座椅呢 坐着跟Pilot很像哈 座椅整体上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坐的工艺啊 包括软硬长度啊 都像一个比较好的大沙发的感觉 这个都非常棒 但还是那个问题哈 它这个椅面不够长不够高 不能够给腿很好的支撑啊 这个在Pilot 在MDX上都有这个问题 这台MDX第二排呢 也是三个座椅的形式 中间这个座椅呢 也可以卸掉哈 这个座椅呢 不卸掉的话 也可以把椅背放倒 放倒之后呢 形成一个扶手 然后两个水杯架 一个注格 当然这个部分可以看到 跟Pilot是完全一致的 座椅最前 座椅最后 座椅稍微往前点 椅背仰角最大 在配置上 这台MDX呢 第二排的空调是分区的 可以单独控制 第二排呢 这两个座椅 并没有加热功能 后排呢 有个12V 180W的充电器插口 有两个大口 USB插口啊 地台还是非常平的 也有正央帘哈 但可以看到 才跑了300英里 这个小挂钩就掉了 这车呢 也有全景天窗 天窗的帘呢 开到这 门板子上面是软性糖素材质 中间呢 是仿皮革材质 下面呢 就是纯塑料了 第二排的门板子上呢 也有很多的储物格哈 那有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到后面做的是不如Pilot的 就是 椅背后面啊 它用的都是纯纯的大塑料了 并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储物格 一边只有一个储物格哈 这台车呢 经过三年的使用 可以看到 后排造的还是比较狠的哈 家里面应该有淘气孩的 你看这塑料件 基本都给摆坏了 做到Pilot的第二排里呢 它也有一个第二排 加高式居院式的效果 第二排的视线 也比第一排要高一些 坐在里面呢 感觉到跟MDS的第二排 感觉比较像哈 不论是座椅的高度啊 还是空间的感觉啊 还是座椅的感觉啊 都比较像 座椅从造型 到天中材料 到外面这个小用料哈 感觉都没有问题 就还是那个问题 它的椅面不够长 不够高 没有办法给腿支撑好啊 座椅最前 座椅最后 稍微往前点 椅背仰角最大 Torrent这个版本呢 第二排也是三个座椅的形式 中间这个座椅呢 可以卸掉 放到后备箱里 当然也可以把它的椅背放倒 放倒之后呢 变成了一个扶手 两个水壁架 一个储物格 这个跟MDX都是完全一致的 在配置上 这车的空调出风口呢 放在了中央扶手箱的后面 后面的空调呢 可以单独的控制 这两个座椅 并不带有座椅加热功能 下面有两个大口的USB充电口 整个地台呢 是比较平的 照比MDX那个还要平 MDX本身就很平了哈 里而 门板上呢 上面是软型糖素材质 下面装饰板 仿皮革 再往下呢 纯纯的大塑料的 不论是第一排的门绑子 还是第二排的门绑子 上面设计的储物格 水壁架都比MDX要多一些 天窗的帘 开到这 在Touring版本的Pilot上呢 它后面也准备了两个批兜子 每个批兜子里面呢 也有一个小储物格 但是在上面呢 就不像顶配那样 还给你多留一个储物格啊 但这就够用了 做到第三排呢 大家可以看到空间是比较不理想的 像成年人坐在后面呢 像我这个身高 腿呢 是可以碰到前面这个椅背的 头呢 我是直不起来的 直起来头呢 就碰到棚顶了 到后面这个梁啊 头正对着后面这个梁 座椅还是跟Pilot一样的问题 就是里面不够高 不够长 没有办法给腿支撑好啊 腿在上面只能圈着 所以第三排 如果想坐 坐个小孩问题不大 成年人坐长途 会非常不舒服 非常累啊 左右各有一个水杯件 就没有什么了 没有充电口啊 音响啊 在高费车型上 那些配置就都没有了 这Pilot第三排呢 咱们也唠过很多次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个头呢 坐在后面空间没有任何问题 不论是头部空间 腿部空间 都完全没有问题 问题呢 就是这个椅面 不够高 不够长 没有办法给我的腿支撑好 这就说明了 第三排呢 做个小孩没有问题 做成年人 长时间 腿啊 腰啊 会比较不舒服 第三排的配置呢 左右各有一个大口的充电器插口 左右各有两个水杯架 左右各有一个空调厨房口在下面 综上就是这两台同族兄弟的比较视频 这两台车呢 驾驶体验 之前聊的是比较多了 今天就不赘述了 虽然两台车呢 都是同样的动力总长 技术参数啊 技术路线呢 基本一致 但是也仔细感觉 也可以感觉到 这个pilot开起来呢 它更加轻盈一些 包括各个踏板 包括路感 包括方向盘的转向力度 显得都要比这个MDX轻盈一些啊 那MDS开起来呢 感觉路感比pilot更强一些 更扎实一些 更重一些 同时在油门前半段呢 MDX会渲染出来一个发动机咆哮的声音 这个在pilot上呢 就没有那么强烈啊 悬架开起来呢 也是MDX要更加舒服一些 其他方面呢 都大致差不太多啊 那这台车呢 是pilot家族稍高的配置 这个呢 是MDX家族稍低点的配置 那这两台车比较一起 相信大家今天应该有一个直观的概念了 那就MDX给我的感觉呢 它追求的是设计的要豪华一些 功能性要更强一些 下料更猛一些 做工呢 更细致一些 总体上对得起 它这个豪华品牌的称呼啊 那像pilot这些呢 虽然它上面的做工用料啊 并没有MDX那么猛 但是它追求的就是一点 就是空间 它要做到家族空间的最大 其实透过刚才的视频 大家应该能看到 pilot不论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以及后备箱的空间 都要表现的比MDX相用的空间 要好一些啊 那简单来讲 同平台的兄弟 MDX追求的就是一个豪华 pilot追求的就是一个空间最大化 当然在美国市场呢 你想要找一个第三排座和后备箱空间兼顾的车型 这两台车呢 可能都不太零啊 目前在美国市场只有两款车型适合你 一个就是mini1车型 一个就是美系的那些大家伙 这些车型的第三排呢 多多少少 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 其实这两台车我们看着MSRP啊 好像是价格净未分明啊 实际上不论是MDX的上一代车型 还是这一代车型 还是pilot的这代车型 在市场上 经过市场价格调剂之后 价格离的并没有那么远啊 大家还需要根据自己地区的不同情况做以参考 当然还是那句话 大家喜欢哪个买哪个 别控制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